这会儿 刘副院 思虞大人 刘先生去哪儿了 他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怎么了 我找他有点事 告辞 快点 走 夫人 夫人 快出来 快出来 快快快快 老爷怎么了 别问了 快走走走 大人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跟着您的记号过来 知道怎么走吗 跟我走 快快快 看见刘贵了吗 刘贵 他没过来 不搞 去告诉铁龙大人 就说刘贵找不到了 给我走 给我走 大人 咱们往哪儿走啊 此处定有迷道 赶紧正 有动静 快躲进来 快快快 走 分头给我找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是 是 铁大人 为何要抓刘先生 什么刘先生 他就是佐渡御史刘庸 他已经知道博天坊和暖星阁的机密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然后他承计 按下 你植赵 杨尔 您真的是刘佣刘大人 诸家伯患 草民 背见刘大人 行行行 过快快 快走 来 夫人 快快快 夫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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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大人 你看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把他给我拿下 其余人跟我去暖心阁 是 公孙大人 你这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老爷 现在外边除了杀手就是捕快 咱们不是也没办法吗 他们为什么不冰何一处啊 本来他们就是一伙的 以为只有这样 才能把我调回京城 把富国太宅干净了 来 夫人 小心脚下 不行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 爷 老爷 葵国厌 他这是怎么了 昨天抽大烟抽多了 烟引发了 难受死了 他这么嚷嚷的 不一把人招来了怎么办 葵国厌 没事 他现在没什么攻击性 进步头 走 老爷 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明白了 去暖心狗 老爷 咱们来这儿干嘛啊 果然是暖心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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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葡萄 把他回那儿去 好嘞 夫人 这个朱润呢 也是个可怜人 冲冠一弄 杀了人 也没掌握什么真凭实据 他媳妇李若桥 有鬼 你不知道 朱润呢 原来是登州的一个小吏 有点才华 娶了知府的女儿为妻 本来挺好的一对嘛 非听信了别人的谗言 他听说呀 他的媳妇李若桥 和这个登州的一个 游击好像游染 也没打听清楚 一到五把人给杀了 这才进的监狱 现在让他们两口子见见面 兴许能刺激刺激 好了 好了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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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呢 追 保护刘大人 更紧张了 这是一伙的 快 失踪了 谁干的 小的也不知道 公孙捕头他们进去的时候 说是只看到了身负重伤的李若桥 他和铁龙现在已经被押入大牢了 那刘庸呢 他说要回驿馆歇息 明日再过来 登门拜访 登门拜访 求姑娘 莫要着急 刘庸 不会有事的 你怎么能确定 这不到一天的时间 傅国泰就查封了翠香楼和暖心阁 并且公开审理了济南知府大牢 赢私舞弊一案 接着又让济南府的知府 与同行的官员 一并入狱受审 看来 这傅国泰 还没有想跟刘庸撕破脸皮啊 仅此而已 丘姑娘 依你之间 我倒是觉得傅国泰此举 大有丢阻宝居之心 藏海坤一案 他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丘姑娘所言极是 只是没有真凭实据 我们会找到的 只是大人您 现在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我自然是 见风使舵呀 大人 你此言果然坦荡 是耿直之人 只不过 不知道您这种耿直 让皇上知道了 到底会怎么想 那丘姑娘 你的意思是 让我杀刘庸呢 还是杀你们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大人 你也太有自信了 丘姑娘 真是伶牙俐齿 我喜欢 王炳忠 论阴险狠毒 我比不过你 但若单打独斗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别逼我 赫世尉 饭做好了吗 你 子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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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刘大人 顾国泰 刘大人有何吩咐 这还用问吗 卑职愚钝 还请刘大人明示 你是够愚钝的 知道左都御史驾到 为何如此慢待啊 那 御史大人 好大的架子呀 这是谁这么大嗓门啊 是何大人吗 嗯 是我 刘大人 何谋乃是御风钦差 你不下轿行李就算了 你这是要我给你 压轿子先轿帘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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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 蒙皇上恩宠 赐皇马冠一见 见皇马冠 如见圣上亲历 还不跪拜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静沈 老大人 我要生起皇马冠 皇马冠谁没有啊 你见我像他那么装过吗 吩咐良香 退下 傅大人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方才这人太多 我这不得不耍耍官微 我这 刘大人 都是自己人 您这官微 是耍给谁看啊 何大人 您消消气 消消气 我这给您没补食了 刘大人 少来这套啊 您这打了一巴掌 再给个甜枣 有意思吗 没意思 太没意思了 二位海涵 海涵海涵 我说刘佑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接圣旨 就是为了跑到济南府里 来坐大牢的 圣上已经怒了 你知不知道 怒不可遏 怒发冲冠 怒气填胸 何大人 话可不是这么说 我这误入济南大牢 我也是万般无奈 我这无可奈何 我这无计可施 行行行行行 你你你你你给我对的是 何哲押韵的啊 说事啊 说说怎么回事呢 说了哎 话长啊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两位 我这且说呢 这话从哪说起呢 从前些日子说起 皇上派我来山东 彻查假传圣旨的案 话说 我够奔东西南 刘大人 可以了啊 不要话说了 长话短说 好吧 好 何大人 一句话 济南 狠乱 是 御史大人 济南府乱下 确为卑职之事 卑职愧对济南百姓 罪不可赦 来 傅大人 你又不会了 我这儿没有追查 您责任的意思 御史大人宅心仁厚 令卑职自参雄伟 故而卑职痛定思痛 亡羊不老 鉴于济南府大牢 私设赌场 买卖刑期一案 影响甚大 昨日 卑职已将此案公审 相关人等 悉数定罪 无疑遗漏 另外 涉嫌买卖妇女的 翠香楼和暖星格 现已被查封 逮捕嫌犯若干 还有 卑职已下令 严肃整顿济南官场的 不正之风 济南之府 及其手下大小官员 共三十二人 受查待审 呦 何大人 这可必将引起朝野震动啊 刘大人 这不都是拜您所赐吗 话不是这么说 何大人 这么大功劳 都是您一个儿的 是啊 这得罪人的事 我都干了 您现在倒是把自己摘得挺干净 哪儿都话 何大人 这么大的功劳 谁 谁不得把自己摘干净了啊 是不是 是吧 傅大人 走 醒啦 两位 既然现在何大人坐镇济南 傅大人明察秋毫 我就别跟着捣乱了 就这么着吧 傅大人 那这么着 您啊 把您该给我的 您给我 我呢 回去石头石头 这就为敬复命了 刘大人 您想要什么呀 不是 傅大人 您不能到这会儿跟我装糊涂去 不不不不 刘大人 卑职真的不知道该给您什么呀 你什么叫不知道 何大人您可听着呢 这 我在你济南我租房 这我就不说了 我在监狱里头我疏通打点 这门口一仗抬轿子 这我不能自个儿掏腰 对对对 傅大人 对的 对的 您看 我这里呢 傅大人 您这 我 傅大人 要不 我 我 甭看何大人 人何大人出门不带钱 带钱才不给你 那 就这么着了 多谢多谢 告辞告辞 多担待 多担待 告辞 请请请 太不要脸了 请 刘大人 一路走好啊 总算把温身送走了 这官服老不穿哪 他就任生 穿上啊 他累得疯 我看跟这衣服无关 是你装个累了吧 夫人说得是 大人 您这又何必如此 当然是装给和珅 跟傅国泰看的呀 什么意思啊 各位 咱们干吗来了 都忘了 咱们是来办傅国泰的呀 这怎么都傻了这个 刘大人 咱们这儿也没外人 您看您是不是就别再 啊 别绕完子了 有话直说 装起来没完完 咱们这么说吧 咱们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当然 不能说没进展啊 可是随着朱润的神秘失踪 所有线索全部断了 那么现在当务之急 我们是要重新找到朱润 但是这朱润已经被傅国泰带走了 估计现在也是凶多吉少啊 你觉着朱润是傅国泰带呢 为什么呀 因为有杀人密口 那再暖行阁就完了呗 干嘛还把人带走啊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另有其人 对 另有其人 刘大人 那会是谁呢 行了 别卖关子了 快说 和珅呢 和珅呢 和珅 他 肯定是他 他 他 他抓朱润干什么呀 控制我们 大人 和珅 不是已经跟咱们结盟了吧 当初在朝廷上 和珅与我 乃至家父 那都是水火富王 东昌府假传圣旨一案 他可是第一个尚书要弹劾我的人 所以啊 刘庸定然知道是和珅接走了朱润 所以他今日登门 故作胸有成竹之胎 看似对我的秘密了如指掌 要与我划清界限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必须让和珅误会 咱们手上除了朱润之外 还有其他人证 让他跟傅国泰翻脸 从而露出麻娇 刘庸啊 刘庸 你这是故意给我挖了个大坑 而我又不得不 眼睁睁地跳进去 哪没办法 愿者上钩 没有想到 可不定了 快跑去 快跑去 来吧 你不得不够 早安 旅途 得监人 不能够 把门关上 上 我 王大人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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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朱任的口供 你给何大人看看吧 请 何大人 何大人 深夜造访所为何事啊 卑职是前来道谢的 道谢 感谢何大人被卑职保护了一个人 这济南福 我真是福大人您的底劲 有点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您的法言啊 那既然人在何大人手里 能不能归还给我呀 福大人 此时 刘庸正在满济南福搜寻此人 在我这儿 比在您那儿更安全 放心 有何大人这句话 我当然放心 告辞 傅大人 莫急莫怪 再等几日 我一定将此人 完好无损地 给您送还回去 等几日 等什么呀 何大人是想等刘庸抓住了我什么把柄 您好来个雪中送炭将此人送上去 然后您就成为此案的最大功臣 还是说 等刘庸抓不到我什么把柄 再将此人归还给我 这样您好顺水推舟地卖个人权 何大人 您这个算盘算的 高啊 但是何大人 这个人 我不要了 会儿 这个王秉忠啊 是傅国泰的人 他为什么现在迂附于和珅呢 具体原因还搞不明白 但是也不难猜 无非两样 第一 他被和珅拿住了些把柄 第二 富国太让他这么干的 就这么简单 原来这个王炳忠就是颗墙头草啊 官室而动 他墙头草 他也得看看这风从哪儿来呀 刘大人 我不太明白 子冯啊 你说一个人哪 官风望室 这官跟望它有什么区别 都是看的意思 没什么区别吧 区别可大了 这望它叫张望 是吧 张望 官就不一样了 官是官重 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啊 一览中山象 对不对 这个王炳忠就是个看客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他身上下太大功夫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事 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行了 不为这事费心思了 散了 早点接 明天还得攒进看热闹呢 走 您也早点休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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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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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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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孟南姑娘 你可真跟我出了个难题呀 这十三衙门哪 是顺志爷 往前朝旧事 设立的一个衙门 后来到康熙爷登基以后啊 这个衙门就解散了 这么多年没听见什么动静 大人 孟楠应该没有记错 我确实听到他跟来访的人 说到了这个词 而且他们俩还发生了点争执 不欢而散的 我知道你那意思了 你是怀疑你父亲的死 跟这个十三衙门有关系 大人 您记得 您出道东昌的时候 那胡家兄弟死于狱中的案子吗 记得呀 那你还记得他们的死因吗 那个毒虫 不错 大人 我父亲曾经说过 他认识一个人是他的同僚 此人最善于用读 而父亲精通医术 最善于解读 所以我怀疑两个人 就成了死对头 这胡家兄弟死于独虫叮咬的时候 我并没有往死人身上去想 毕竟家父也跟我说过 他只是经历过类似的案子 可是后来这蔡家兄弟 也死于独虫叮咬 父亲去验尸回来之后 就瘫痪在床了 你说这些事情实在蹊跷 我就不得不怀疑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父亲恰恰是破解了毒虫之树 被他们给报复了 或者说 他们很有可能一直在追寻我父亲 毕竟这个世界上 如果没有了邱燕飞 他这毒就再也没有解药了 其实啊 孟男姑娘 你记得当时你爹死的时候 不是留下了一个鼓字吗 当时我就怀疑 你想鼓是什么呀 鼓就是毒虫所致啊 所以说极有可能 你父亲的死 跟前面几桩毒虫谋杀案 都有密切的联系 大人 您看结合这些线索 不得不怀疑 我爹的死 就和这十三衙门有关 但是 孟男姑娘 不管是不是十三衙门所为吧 我之所以不告诉你 就是因为十三衙门的人心狠手了 一定要小心 如果我那么说的话 我怕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呢 大人您放心 我知道这十三衙门事官皇上 我也知道您怕我误入歧途 可是大人 孟男明白 冤有头 债有主 我在不搞清楚状况之前 也不会自作主张的 老爷 你猜猜我是谁 猜不出来啊 喜儿 你回来了 老爷 我这个样你都猜不出来啊 喜儿啊 你这还弄个糊涂 胖子 胖子你戴着糊涂 不太好看了 这糊涂是假的 咖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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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 奇怪 不 刘晓 你啥时候回来呢 不是啊 凄惨啊 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你说你怎么就没点警惕性呢 几个苹果就把你引到这来了 这幸亏是我 这要是坏人把你抢走了怎么办 行了吗你 你一回来就拿我开涮 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担心死你了 我知道 我昨天晚上见过老爷他们了 他们说你今天要去买菜 我就赶紧来找你了 还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大苹果 这还差不多 你买的呀 嗯 尝尝吧 怎么说呢 走这样 甜不甜 嗯 甜 你快跟我说说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呀 我这几天呀 一直在为穷苦百姓伸张正义 吹吧你 吹 我要是真吹起来 我跟你说啊 够我留起了吹一辈子的 行了 别卖关子 快说说呀 我呀 那天离开启南之后 去肥城路上 把我饿得都不行了 那方圆十几里 连个人友都没有 连个池子都没有 后来我就走啊走啊走啊 我一看前面有一个人 在那儿蹲着烤鸡呢 他呀 其实是一个说书之人 之前在军中当过画师 还替我画了一张肖像 这么神啊 这人 嗯 后来我们两个人呀 就在一块儿了 就商量谋划了一个大计划 干了一件大事 干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我们两个人把肥城的贪官 一网打尽 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真的假的呀 真的 哎 我还发现一件事 这个肥城的贪官 跟福国泰还有王公公 他们肯定有关系 那这可是个大线索呀 行啊行 你这可可是立大功了 那是 哈哈哈 我发现了 正上云 还有 军聪明 五周 五周 九周 一周 二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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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